在县长林明珍、议长何胜峰以及副议长 潘云泉及浦里区各议员的努力之下 浮行温泉区重要的连外道路 投76-1线今日正式通车 并且将道路命名为浮行南路 希望这条道路的开辟 能够加速浮行温泉区的发展 进而让地方能够繁荣 那非常感谢我们林明珍县长的团队 很快速地把这个连外道路把它完成 然后可以使我们浮行温泉区 可以快速地来开发 让浮里镇多一个景点 也让沿线的居民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路可以通行 先远业人创肯定县长及县府团队的努力 能够将整个浮行温泉区的规划完善 像新未来在浮行温泉区正式招商后 也能够为地方带来新的商机 不用经过市区路面 然后绕开 市区道路塞车拥挤的部分 外来观光是一个非常便捷的 一个领外道路 再一次感谢县政府 做这条道路的规划跟建设 然后也希望 经由福星农场 它的整体的规划 未来能取代我们卢山温泉 然后造就浮里另一波 观光的一个景点 先远王采远表示 在福星温泉基础建设完成后 也希望业者能够尽快到埔里投资 让福星温泉未来能够成为南投观光旅游的指标 我们管政府在这里整个温泉区 我们所有业者能尽快的来这里投资 开辟很多的温泉会馆 旅馆河南浩南浦里区 这个温泉区热闹起来 带动了我们观光 人潮来了 钱潮就来 我也希望说在这里 县长也讲到 未来是浦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 先远年方与希望 投76之一线道路开闭之后 能够让交通更顺畅 并且能够让福星温泉开发更快速 提供大埔里地区居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也希望说在期待之下 福星农场 福星温泉区能够成为 我们埔里的另外一个温泉的亮点 来到埔里之后 也让大家能够知道 其实埔里是一个优质的温泉区 我相信同时也可以带动 我们这边的就业人口 在县长林明珍 先远代士权 黄世芳 林芳宇 王彩云 叶仁创等人的检材之下 投76之一线道路正式通车 副委员盘泉区也希望 道路的开辟 能够让福星温泉区的发展更迅速 进而带动地方繁荣 记者陈伟一 浦里采访报道